晚秋时节,骑行队伍穿流不息,构成武汉街头巷尾的移动风景,打开手机,有关骑行的内容,成为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。 今年17岁的骆子豪是一名新入坑的骑行爱好者,他告诉记者,骑行与健身房锻炼不同,骑行也是发现之旅,往日里坐车一闪而过的角落,有了更多的细节。 这个自行车不仅是一种通行工具,也是旅游和探险的方式,很多人选择骑车就是为了慢速地欣赏一路的风景。 与骆子豪不同,资深骑友习平已有20余年的骑行经验,习平说,骑行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交际方式,广大骑友们通过组织比赛或公益活动等方式建立联系,增进友谊。 基本上骑车对我来说就不是个运动,它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。 像我在老家就很难碰到书人,但这边反而会容易多一些,而且是这么大个城市,这么多人口的城市,就有归宿感很强。 武汉一家自行车店店长牛宁告诉记者,20年前,人们买自行车都是为了出行代步或者给孩子上学用,如今自行车建成了社交密码,甚至是时尚单品。 此外,消费者更追求个性化骑行,注重自行车改装,骑行水壶,骑行裤,车尾灯,运动相机等装备受青睐。 我认为的话,它是从一种运动属性开始慢慢地往一种社交的属性在转变。 刚开始的话,大家只是锻炼身体,现在我们发现自行车成了一种时尚潮流的一种东西。 不管是从大家的对于自己骑行的穿戴啊,还是自己自行车的颜色啊,这些东西,其实跟以前比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 为满足骑友社交需求,牛宁所在的门店特地布置了一处休闲空间,可供骑友看电影,喝咖啡,健身,玩桌游等。 她还常常组织骑行活动,带领骑友解锁城市角落。 活动的话,以前可能就只有几个人,十几个人参加,后来就发现一个活动,甚至会有100个人,200个人来参加。 到现在,自行车一直是一个处于一个上升的周期,而且发展得非常非常快。 骑行热持续升温,骑行家也迎来了更多可能。 位于武汉东湖的一家骑行俱乐部,总是热闹非凡。 这家俱乐部及骑行装备,自行车租赁,咖啡等多元业态。 来者有问询租车事宜的游客,想通过骑行,游览湖滨美景。 亦有途经此处的骑友,点杯咖啡,围坐畅谈骑经验,分享骑行路线。 其实我们是结合了这种生活,办公和你的户外体育运动,爱好等等,一系列的这种空间结构,给到所有的骑友。 我们希望说把这个安全以及科学性的东西带给大家,然后让大家真正的去认识这个骑行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,然后真正的去爱上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式。 据中国自行车好业行贿数据,2023年中国价格千元人民币以上的自行车产量达1215万辆,同比增长15.1%,高端运动型自行车销量增长超10%,骑行服饰销量也大增。 就是越来越多的品牌车店都来到了武汉,然后在中端和低端市场国产的品牌也在崛起,把整个市场都填满。 我觉得它应该不会是昙花一现吧,像有的可能是希望能够去一起竞速,去挑战自我,但有的人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放松,我觉得它的包容性很强。 我觉得骑行它一定会是一个可以一直火热下去的一个运动。 感谢观看